深陷超市铁门拉下一半没有营业 但里头亮着灯 要开放已经购买的民众来退货 连锁超市涉嫌篡改商品有效日期 已经被卫生局责令停业 不过下午仍然有许多不知情的民众 来买东西却扑空 大家听到消息有点错愕 这家主打顶级肉品海鲜的小型连锁超市 开在高级住宅区 日前却被人检举贩售过期冷冻食品 卫生局现场立即封存涉案食品六项 即184包共13.2公斤 卫生局以京都业者进行下架回收商品 择立业者紧述提供与公告退货资讯机制 超市标榜国外进口 却涉嫌把可乐饼、鲦鱼烧 和生鲜肉品及火锅料的保存期限私下篡改 把食品拆封后用透明真空袋分装 再指示店员自行起算保存期限一年 让一般消费者看到包装难以分辨 曾经生意相当好的连锁超市如今停业 卫生局要求业者下架商品之外 警察官也要追查被害人数及不法获利 明星的黄建宇高雄市报道